学佛的理念 念经时不要存妄想 不要执着于任何其他事物 否则有可能会出偏差 比如有人执着于得神通 有人迷恋于往事的缘 有人怀念过世的亲人等等 所以在念经时或念小房子时 潜意识里将这种执着 不停地发出意念 形成一种气场 非常容易将灵性引导到自己身上 避免方法 念经时就是和菩萨接气讲话 要无欲心静 佛说无欲自然心如水 关键在自己的心 要时常查看自己的心 私心杂念有没有减少 时常擦拭自己的心灵 保持心灵的纯洁干净 越是这样 佛性显现的越多 越不容易被这些灵性侵害 念经之前 祈求菩萨保佑的时候 要爆出自己的名字 念的时候要诚心诚意地念 如果有所祈求时 要在念经之前先求 但要避免超越正常理念的欲求 如想发大财 显神通等 要清楚地认识到阴阳不能脸 往事的缘就像我们看电视时另外一个频道的节目 不要主动去接此频道 不论善缘还是恶缘 过去的就是讨债或还债的一个过程 是暂时性缘禁的一种表现 修心是学佛的过程 要如履薄冰的勤修精进 而神通是修行过程的一个显现 神通要水到渠成 不要追求神通 否则很容易被其他灵性引入歧途 要认识到灵性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世界 我们人类相对于它们是很脆弱的 在自己没有足够的能量自保之前 唯一能做的就是虚心学习和勤修精进 恶因同三世 对于多数人来说 一份因果会在前世、今世和来世三世内清算完 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具体的例子有很多 台长每天都在电台里看图腾 记录里也有很多 解决方法 无论善因还是恶因 前世种下了 今生就要受报 报不完 来世一定要报完 这就是因果定律 谁也不能阻止果报的产生 果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 就像种子变成果实一样 要很多因素促进才能成长 我们今生特定的身份和经历就是土壤和水分 如果听任其成长 那么果报就不可避免 我们可以在果报成熟之前 用新的缘来化解 通过念经 许愿 仿生做善事及功德等等 使恶果成长的土壤成分变化 从而使恶果得不到养分 在没有成熟之前枯萎 继续修行 就可以让善的种子成长到成熟 结成善果 当思地狱苦 横发菩提心 在修行的过程中 要以地狱之苦为敬 时常鞭策自己 明英国努力修行 一心向善 思地狱之苦 能让你知道 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 将带来的后果 能帮助我们断恶念 斩思欲 借贪嗔 知道什么行为 会受什么苦 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以此为基础 修正我们的心和行为 应以什么身得度 就以什么身得度 无论在何界 都可以得度 无论什么身份 都可以得度 能否得度 主要在于自己的发心 如果自己 没有要求得度的心愿 谁也度不了 还有一个因素 是机缘 发了心 机缘不到不得度 有了机缘 不发心 同样不度 八万四千法门 因不同缘而生 有机会接触到 台掌传的法门 就是机缘 但是不悟 由于不决 或还在四处张望 就是不发心 如何才能得度 在修行的过程中 你们应该在佛菩萨的慈悲下 台掌的指导下 勤修 苦修 一直到智慧开了 有了悟性 那时才能进入正修 圆满 智慧的境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